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白 歡迎來到白聊Friday 我知道今天不是禮拜五 今天是禮拜六 而且還有點晚出 不好意思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進入 我們的留言的部分吧 然後今天有幾位作品我已經整理出來了 也可以到最後的時候開始欣賞喔 那麼首先第一個問題呢就是問說 你有玩過艾爾之光或跑跑卡丁車嗎 其實有 我有玩過艾爾之光 然後我練了衣服 我很喜歡一幅這個職業 因為它兩顆球會一直K 兩顆球會一直K 在左邊跟右邊 兩顆球一直K 跑跑卡丁車也有玩 那個時候其實 那個集子正在改 改做那個 那個豆 那個熱那個豆的時候 然後帳號密碼就忘掉了 然後後來我就沒有繼續碰 不然以前是還不錯喔 但是最近沒有都沒有玩了 對 老了 那第二個問題呢 新聞說如果訂閱人數超少的話 該怎麼辦呢 我怎麼提升我的訂閱人數呢 呃訂閱人數的話就是 如果有觀眾喜歡你的話 你可以按下訂閱 可以知道你的最新影片 跟最新動態 不過與我來說的話 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我的實況在平台 在Youtube這方面其實是有偏低的狀況 因為 其實我發現自己 有一點 平常就是抓不回自己平常實況的感覺 就是 偶爾都要顧及其他東西 可能是錄影 可能是其他的東西 事情都會干擾你拍實況的感覺 所以 在20快要結束的12月的時候 我決定把我影片 大部分都先 停止 讓自己的心情回復到一個點之後 抓回自己平常實況的感覺 再來拍 這也就是 目前 目前我以樂圖為主的實況 然後慢慢的有回升的情況 所以 你們喜歡的東西 如果應該說實況主 平時就是會 像是 心情不好等等之類都會影響 像之前的話 其實我是 有的時候會被 那個叫什麼 有的時候會被留言影響 有的時候會被自己個人影響 像是可能生活上的問題啊 或者是什麼都會影響到 所以 有的時候 我看自己的影片 其實我也 覺得 好糟糕喔 為什麼感覺就是沒有什麼那個feel 沒有那個feel在 所以就要讓自己休息一下 再重新開始 抓住自己的感覺 慢慢的 提升人氣 對 下一個問題 嗯 那這個問題呢 是回說 天蠍座很會記恨 是真的嗎 其實我要說 嘖 還蠻會記的 就是 依我個人來講 我不太會記那個東西 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很會記 我 記得住 而且會非常的 去思想 當天蠍座 呃 依我來講 不能說所有天蠍座 依我來講的話 當有跟朋友吵架 或者是怎樣的時候 我第一會先冷靜 第二我會開始思考 錯的點在哪 第三 我會覺得說 誰該 出面處理或道歉 那如果他不管呢 那我也不管了 那之後就是 啊就這樣子了 對啊 啊因為畢竟 如果錯的是自己 自己就必須去處理 或者是道歉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如果 不是的話呢 呃 如果你認為這件事情 是很 真的是自己 不是自己的錯 啊如果他既然就這樣 那就這樣 可是你會很記得這件事情 你會非常記得這件事情 但是你不會 我啦 我的話是 不會再去那個 不會再去管理 就是說 反正他 如果這樣就這樣啦 就當作是沒有緣分啦 就這樣子啦 那 對啊 所以說會記 但是會 蠻記的蠻清楚的 是真的 下一個 那這個問題呢 是說 走實況走到跟老皮一樣 呃其實 對我來說 我 不會想要走到像 老皮那樣 就是可以 呃 在很多地方啊 玩玩樂樂 然後拍一些日常生活等等 或者是 去 去到 美國玩 那個 那個遊戲展覽 遊戲會 遊戲展 對遊戲展 對遊戲展 資訊展等等 或者是很大的那種聖地啊 那種地方 去玩樂 其實我比較偏向 不喜歡往外跑 也不能說是宅 就是 很喜歡自己做就好了 對 就是很喜歡單純的自己做 所以可能我 碰到面 或者是 露臉的機會 非常非常低 除非被你們意外找到 那如果找到 那就無法啦 對不對 如果真的被你們找到的話 那就 死人啦 對啊 其實我 其實就是喜歡自己做就好了 就是喜歡 拍拍實況啊 看看留言啊 會會留言等等 這就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而已 我並沒有想要 走出去就是 一大 就是 大家都知道你是誰 這樣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這樣 就是喜歡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just like it just like it yes yes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問說 請問你在實況的時候 低潮是怎麼度過的 低潮要怎麼度過 其實 很難 真的很難 因為 你不知道 依我的感覺來講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抓住觀眾的心 因為很多人 並不會 知道說 你現在實況的感覺是怎麼樣 像是說 如果 有的時候你在實況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說 有些事情干擾你實況 你會講不出話來 或者是說 你莫名其妙 明明沒事在那邊 在那邊 拉累一大堆 就是講很多話 其實這都 沒有 沒有重要 就覺得 平穩自己 內心投入遊戲 just play to play snacky shell 抓狂 就對了 yes 其實 如果我露臉的話 應該表情蠻經典的 因為我算是蠻喜劇派的東西 不是東西啊 怪物 對 我會做一些很瘋狂的事情 包括我在遊戲內的時候 我會很 專心的在遊戲內 因為我 享受它 Enjoy 對 那這個問題呢 會比較嚴肅一點點 不 是超嚴肅 呃 聽說訂閱可以賺錢 是 呃 不能說是訂閱可以賺錢 訂閱是免費的 訂閱就只是 你的帳戶有多一個 你會得到通知的一個 一個平台 就是說 頻道 對 只能說你喜歡 報紙 某一家的報紙 你就訂閱它 那有些訂閱是要錢 有些訂閱不用錢 在youtube上訂閱是不用錢的 對 所以你可以訂閱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最新消息 對 那 那麼如果說 youtuber 是不是可以賺錢 這回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youtuber是可以賺錢的 那賺錢的方式 就 比較 難說 因為它各方面都有 對各方面都有 大部分都是廣告 對所以 但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以這個目的為 去拍片的話 我會覺得 那乾脆不要拍了 因為 滿腦子都是那個東西 只會讓自己過得更辛苦 因為 你沒有自己完全投入在這個地方 你沒有真心去玩這個遊戲 你就會 越玩 越 累 就越玩越低潮 到最後你就可能不想做 因為 這並不是你該做的目的 對 這真的不是你該做的目的 你應該是要享受它 並且去經營它 懂得了解粉絲的建議 去 改變自己的風格 然後 讓 就是玩出自己的個性來 這樣才是真的 真正的youtuber 而且是非常 樂 樂觀主見 而且你是越玩越快了 對 要不然我怎麼還在這 對不對 莫名其妙 呵呵呵 那這個問題是問說 你拍片的時候很認真嗎 我只能說 呃 依照我的 電腦狀況來講 在錄音的部分 很難調整 所以 有的時候我都要去注意一下 我的聲音有沒有太大 或者是太小 呵呵呵 對 所以 這是比較 麻煩的地方啦 對 所以 你拍片的時候很認真嗎 我只能說我的心情千奇百怪 有時候拍片的時候 都嗨到像智障一樣 有時候拍片的時候 無聊到像 像坨糞 呵呵呵 就是各種個性 對 就是各種個性 看久了大概都會知道 對啊 下一個問題 然後這個人呢 是同一個 然後他問我說 你以前實況會不會很小聲嗎 不會啊 你覺得我的聲音很小聲嗎 會啊 不不不 那這個問題呢 是問說 在前面的時候 我有說可以把minecraft的作品都可以傳給我 不知道 這次的作品 有沒有集到 目前是有 不過 有些作品是 我覺得 還可以更好 所以我並沒有打算擺出來 不過今天有一個作品還不錯 所以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對 但是 之後的部分 因為 YouTube上有一些限制 像是說 聲音音樂唱歌都不行 因為會有版權問題 所以 沒辦法 配合在音樂這部分上 對 那圖片的話沒關係 圖片的話 你們盡量就可以丟到我的粉絲專頁來 然後 讓我看 那如果我覺得不錯呢 你就可以上來這裡 那今天有一位作品 在後面就可以看得到囉 這個問題呢 是說 影片聲音好乾淨 聽起來很 舒服 你有使用防噴噪嗎 有啊 我有用 這個叫故意噴它 是用防噴噪的 沒錯 好下一個 這一個問題呢 是問說 秀的直播條件是啥 你可以點開 那個秀的介紹片那一部的 下面 有說明 嗯 Android的系統要5.0以上 就不用Rooter 那 Apple的呢 就必須要 我想一下喔 就必須要在 在 8以上吧 嗯 ISO8以上 還是ISO7還是ISO8 那個要再看一下 不好意思 大概在ISO8以上 才可以使用 那ISO90目前還沒有提供的 那之後會更新 就可以用了 對不一定 那 Android如果是5.0以下呢 包括4開頭 等等的 都必須要 對 那每一隻手機 Root方式不一樣 所以這個必須讓你們自己去 知道說怎麼處理這個部分 對 那加油 祝你加入秀 那麼 這個問題呢 就是要 看一下 呵呵呵呵 你以後會製造蛋糕甜點之類的影片嗎 超愛樂圖那系列小塊電腦辛苦了 對 呃 在拍樂圖我說 其實幾乎電腦都在 敢敢叫 因為他 不斷的重複高速寫入 因為在短短的20分鐘內 我的電腦要寫入50幾GB的容量 因為是用 Frippers錄影的 所以 20 短短20分鐘的影片 我必須讓我的硬碟塞入50幾GB的東西 其實 還蠻傷的 真的很傷 那 會拍製作蛋糕甜點之類的影片嗎 呃 我要在這裡偷偷爆料 呃 目前我是 餐飲科系列 系的 喔不是不是 不能說系 應該說高中 超高級是餐飲科的 那大學就不一樣了 對 那會拍嗎 不見得會拍 因為我做的蛋糕都是 大概6吋或8吋的那種 非常大的蛋糕 不過餅乾 餅乾的話也是 比較特別一點 但是 有些配方可能會比較簡單 改天可能可以錄一下 但是 如果是說蛋糕的話 材料可能比較難得到 對 而且比較難做 因為他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 如果要做那麼大的蛋糕 你的材料必須齊全 家裡的配備也必須好 因為 必須找 必須買到那種 可以調整上下火的烤箱 對 一般的家庭烤箱 不見得烤得好 因為 大的蛋糕嘛 你也知道 那麼大一顆 上下火一定有不同的溫度 而且烤的時間也不一樣 對 所以 依我的判斷 有拍當然也有這種想法 但是我發現其實很多人的家裡 就很普普通通 並沒有那種那麼大的烤箱 所以其實就算拍了 可能也不見得有幾個盆馬做得出來 因為 材料可能 家裡可能沒有那些配備 所以就弄不出來 沒錯 所以 不一定弄得出來 所以 可能沒辦法做出來 所以 所以我就依這個衡量 就可能 就不拍了 對對對 那之後如果有一些比較簡單的呢 也是可以教大家 也是可以教大家 對 那就是之後 敬請期待看看囉 對 不一定啊 好 下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是問說Live直播那個部分 怎麼沒有繼續了 呃 因為 電腦目前 硬碟有一點狀況 對 所以他 應該說那一個時候 有點狀況 所以沒有辦法 一直不斷的重複寫入 我很擔心它壞掉 所以我就先暫停沒有 先錄日常了 對 那 這個問題 是問說 秀直完播的影片 怎麼上傳到YouTube 那我的影片呢 都是由 官方人員幫我下載下來的 對 然後我再上傳上來 因為 因為他們那邊 可以接收到 那個影片的訊息 所以 就會 把我把那個影片呢 傳來給我 那目前 都還是測試階段 對 就是一起互相幫忙做測試 那之後這個功能成熟了呢 那各位就可以用到了 敬請期待吧 之後你們也可以把 秀的 就是直播完的畫面 都可以上傳到 YouTube上來 對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 是問說 如果創世神 有手機跟電腦 已經有了 那你會玩哪一版 我會兩個都玩 兩種都玩 對 因為 手機有手機的玩法 電腦有電腦的玩法 一開始都是從手機 因為我以前是玩手機 手機之後得知有 線上版的麥塊 線上版的麥塊 再玩回去 去手機 現在應該說兩個都現在都有玩 對對對 還不錯 還不錯 希望以後可以統整 甚至手機跟電腦有連線 有沒有 這樣的話 只要有人有電腦 開個伺服器 所有你的手機的朋友 或者是有電腦朋友 手機的等等 平板什麼的都可以連線一起玩 這樣是很棒 對啊 如果以後有的話應該是有啦 應該啦好不好 呵呵 那麼我們就來欣賞 逆泥 對 我們 我會保護那個 作者的名字 來做個逆泥的欣賞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作品吧 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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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以上就是這幾個禮拜的作品 我覺得還不錯的 那麼如果你有作品嗎 也可以繪圖 然後 創作 發表在我的 粉絲專頁裡面留言給我 然後我看到了 我覺得不錯呢 就有機會來到 我的白療Friday喔 我知道今天不是禮拜五 呵呵 OK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 掰掰